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月17号的更新内容 前一支影片我们提到了祝福龙之水晶能力 这一支影片我们要提到一个更狂的消息 就是超狂的蓝龙综合硬币补给箱 那这个是与本周的韩版周末制作开放的 蓝龙综合硬币补给箱 他需要使用30个商城制作材料 然后每一个账号可以做12个 那这个30个成本就是大约2045赚 然后另外一个商城制作是这个食人魔的圣物补给箱 他需要使用22个材料 每一个账户一样是做12个 那这两个内容里面是什么呢看一下吧 先看食人魔的圣物补给箱 1500赚可以获得10个高级圣物抽卡包 就是100X抽 以及10万的圣物币 这个跟我上礼拜介绍的韩版前一周的黑长者圣物补给箱 是一模一样的 CP值非常的高 因为基本上你1500赚获得110抽的圣物 以及10万圣物币 这是绝对远比所有的台币圣物包 以及蓝钻圣物包还要划算的 另外一个这就是我提到的 超级狂的综合硬币补给箱 一个2000赚做出来可以获得以下所有的东西 没听错是所有 一个是综合抽卡包生产代币 以及15万的四色硬币 加总是60万 然后这个综合抽卡包代币 它可以制作成综合抽卡选择箱 它这个选择箱可以选择所有最高级卡包 选择一包 比如说古典 金智琴神塔 最高级娃娃 最高级OLED娃娃 都可以选择2000赚 获得这么多的内容物是非常好的 那你会说这个如果拿来跟500赚 然后买8个凭证 去保底制作70 100亿跟200万的那个当成制作凭证 有比较好吗 我跟你说这个CP值比那个更高 因为那个是买满4000赚8个凭证 可以去做我们算成功就好 110万的四测硬币选择一个 这个是2000赚做15万的四测硬币加总60万 所以你做两组就是120万60乘以2 所以其实CP值是比那个单单一硬币 110万还要再多10万的 全做完就是单一硬币180万 超级凶狠 直接不演了 开始卖硬币 你会说现在这个那这样出会被很坑啊 为什么天堂M越来越可怕 你想一想 以往天堂M就是只有固定的 礼拜三更新的礼包 接下来出了周末礼包 现在又出了周末制作礼包 你会说这个三条会不会太硬一点点 其实不会 玩家可以选择的 因为这三条礼包让你选择一个 你觉得CP值最高的 目前正观看来 除了每月更新的周间凭证礼包 需要买之外 其他的制作啊还有礼包 我看起来应该都是周末制作礼包 是最划算的 以后你可以稍微舍弃了周末礼包 去选择这个周末制作礼包 而且他的花费 算起来是比你单纯买一包 2000赚 然后16000赚 还要便宜一些些 这支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